夏天 当炽热的阳光洒满荷糖 温暖的微风吹拂过湖面 荷花便在这个季节里 迎来了它们最灿烂的绽放 季节更替 当凉爽的秋风带走了夏日的炎热 许多地方的荷花早已凋零 但在十月的武汉 这些本该随季节更迭 而逐渐消逝的荷花 却依旧在秋风中傲然挺立 绽放着它们的美丽 这些荷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比如说秋天这边荷花还得开 就彻底过来看一下 就神奇 非常惊喜 然后开得特别艳丽 然后感觉很漂亮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 感觉到武汉的话 荷花的种类很多 因为它有枣和有碗和 所以说能够在这个季节 能看到荷花 感觉还是很兴奋 能够拍到比较漂亮 还比较完整 色彩艳丽的荷花 感觉到很高兴 朵朵摇曳的荷花 伴随着秋风 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为什么还有盛开的荷花呢 体验者带着这个疑问 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杨老师我发现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但是咱们园里的这些荷花 还都开得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呢 您说的这个现在还在开花的一个荷花品种是我们植物园选艺的秋荷系列的新品种 对秋荷是相对于夏荷来说的 你看我们这边这个右手边 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只有一些荷叶 还有甚至已经枯败的荷叶 你是看不到荷花的对不对 是两边对比特别明显 对对 夏荷就是它的花期可能从六月份开始 然后开到八月份 然后八月份之后就是满堂的可能只有零星的荷花 甚至到秋天以后就是只有荷叶 中国是世界上荷花品种最多的国家之一 据统计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千种的荷花品种 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被人们视为和平联合的象征 还为我们提供了莲子 莲藕等美食 千百年来 人们对荷花的喜爱从未间断 从夏荷到秋荷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杨老师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荷花一个是它特别漂亮 各种各样的 而且它很常见 它的生长能力也比较强 那像我们这种荷花是有很长的历史了吗 对 荷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是比较久的 据考古学家的一个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明 它在中国就有一近有七千年的这种栽培历史 荷花所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 又被称为植物的活化石 其历史可追溯至七千年前 从野生到人工培育 荷花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的荷花和七千年前的荷花一样吗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七千年的荷花应该是属于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那种野生荷花的类型 花色就是一般就是那种粉色的 然后花瓣树是单瓣只有18枚左右 植树比较高大 我们武汉植物园最初对荷花的研究 就始于对千年古莲的研究开始的 千年古莲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一种 野生的这种荷花 它的一个莲子埋传在地下 然后被挖掘出来以后 就是我们把它萌发成功 莲子的外皮非常结实 像一道坚固的城墙一样 可防止水分和空气的内渗和外泄 保护着里面的胚 如果莲子被埋在一个又冷又干 还没有细菌的泥碳土里 即使过了千年 只要条件合适 它还是能够重新发芽生长 随着时间的流转 这些古莲的基因并被消逝 从千年的古莲到现在的秋河 似乎之间有着一条看不见的纽带 而它们又是在哪里 被科研人员保存和研究的呢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我们的荷花种子资源谱 荷花种子资源谱主要是用于收集 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莲的种子资源 我们目前收集保育的有来自于 比如说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以及泰国 还有缅甸 这些国家的一个种子资源 还有收保育的有不同目的用途的种子资源 比如说这个花莲 芝莲 藕莲 我们都有收集保育 这个保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 我们选一新品种的时候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优异的一个材料 那像在我们这个资源谱里面 大概有多少种荷花 目前保育的有一千多种种子资源 这么多 是的 那就相当于我现在看到的每一株 可能它品种都不一样 是的 我们是一个种子资源 可能备份两到三缸 所以说几乎是 就是说每一缸它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花色 花形 然后都不一样的 种子资源谱 一个收藏和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宝库 它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荷花种子 正因为这样一个蕴含丰富 遗传多样性的种子资源谱 才为秋和的盛开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珍贵的种子资源 为现代荷花品种的培育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灵感 那么在秋和育种的过程中 我们的科研人员 究竟运用了哪些技术手段呢 他们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从当初选于秋和的这个想法的产生 到我们现在秋和的这个成功推广 应该已经有十几年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们也通过努力突破了很多的技术屏障 我们当时想把热带莲跟温带莲进行杂交 热带莲主要生长在热带地区 全年不停顿生长 地下精一直不膨大 可全年开花 温带莲有很强的季节生长特性 春天开始萌发 夏天开花 秋天的时候地下精开始膨大 逐渐变成了我们常吃的藕 冬季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 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春天 它又进行新一轮的生长 如果让引入的热带莲和温带莲进行杂交 有可能培育出 即使在秋季也能开花的秋和品种 引入的热带莲能否顺利在武汉生根发芽呢 首先就把热带莲引种到我们武汉 所以我们在引种过来以后 发现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引进的热带莲 它们在武汉却无法生存 还带来一些病虫害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后 科研人员才能开始进行杂交选育 由于热带莲和温带莲分数不同的生态型 它们的杂交后代 在结实率和选育效率上都不尽人意 杂交后代的性状 也不够稳定 这给育种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 要解决这些难题 科研人员需要用到哪些技术手段 又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我们最初的一个秋核的选育就用的是杂交选育 从杂交开始到最后这个性状稳定下来 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这个时间周期是一般是要到三到四年的一个时间 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对有的时候你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你好不容易选出一个品种觉得性状还可以 但是它不稳定嘛 所以说你还要继续地进行加带杂交 进行进一步选育新的品种 所以说到它性状稳定固定下来 那时间就更长了 那杨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选育的时间稍微缩短一点呢 这也是琥珀的技术难点 我们自主研发了秋核的分子辅助育种技术体系 这也是我们首创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技术的一个研发 就是我们在秋核的选育的早期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选育的时间比较长 要三到四年 甚至更长 育种效率也不是那么高 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新的育种技术体系 能够提高这种育种效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说的这一个是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比较特殊 它是由美洲黄莲跟温带莲 以及热带莲 这个三种类型的核花 所杂交选移出来的 它的一个这个花的特点就是说 它开花了第一天的时候 它是这种粉色的 然后比较多 肌部带一点黄色 到它第二天的时候 它的这个粉色会褪去一些 黄色会多一些 所以说它有一点渐变色 在远处那儿有一朵花 它的花瓣 好像比咱们现在进处看到这些花瓣数量要多 对 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品种 它的花瓣的一个数目是不一样的 核花它的一个花形 是根据这个花瓣的数量的多少来分类的 秋荷和我们常见夏荷的花形一样 目前有单瓣 半虫瓣 虫瓣和虫苔 花蕊由熊蕊和瓷蕊组成 熊蕊负责产生花粉 而雌蕊则负责接受花粉 那么虫瓣和花上百枚甚至上千枚的花瓣 又是从何变化而来的呢 增多的花瓣主要是来自于这中间的这个熊蕊 这个白色的吗 对 就是这一个 对 您可以看一下 正常的是这样 黄色的是它最后能散发花粉的位置 这个白色的叫附属物 然后对 下面的这个黄色布 会慢慢地变成那种花瓣 在这些虫瓣秋荷中 一些熊蕊不再产生花粉 而是转变成了花瓣 这种现象被称为瓣化 不同种类的荷花 它们之间的香气是否有区别呢 杨老师我发现我靠近这个荷花的时候 就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淡淡的清香 特别很特殊 是的 这就是荷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 比较清香是不是 这个也是虫瓣花吗 对 但是它的花香跟刚才那一朵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闻一闻 是的 完全不一样 对 它的香气更浓 刚才的那个更清淡一些 而且它的外形和刚才看到的那个 也很不一样 这个如果长在这儿 就是您不说的话 远远地看有点像 我们看到的月季之类的这些花 这是花的开花的状态不一样 那它现在是它完全生开的状态吗 还是它也会长成像盘子 像碗一样的形状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朵荷花 它的单朵花是有四天的 第一天的时候 它就这个是第一天的花 第一天的时候它的一个雄蕊 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雄蕊 它是没有成熟的 没有花粉 这是第一天 当第二天的时候 它的雄蕊就会成熟 散发出花粉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杂交啊 制交的一个工作 那第三天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要凋谢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整个花的开放的一个状态 来判断它是第几天的花 所以说它每个天的 它这个开花的一个状态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 它可能像个碗一样 有的话它第二天的时候 就开的 开放的更大一些 所以说一般我们描述它的一个 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根据第二天开放状态来描述的 秋和的品种多样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美 随着秋和的花期延长 莲碰的果蔬期 和莲子的采收时间 也随之延长 莲子 荷花的果实 它们在花瓣凋零后 逐渐成熟 秋和和其他荷花的莲碰 是否会有差别呢 它的莲碰和我们平时 见到的荷花的莲碰 也不太一样 是不是觉得比较小一点 你尝尝它的口感 可以剥掉尝尝它的口感 这是花莲 主要是用来观赏 观赏 它的纸虽然能吃 但是口感不好 但是它看起来 和我们平时吃的是 完全一样的 对的 你可能没有对比 就感觉不到 我再给你找一个 纸莲的莲碰 你可以尝一尝 好吧 因为我现在这样吃 它也能吃到那种 莲子的淡淡的那种清香 那我们就看看 有没有那种对比一下 这一个莲碰 你尝一下 这个就是不同的品种 它就是纸莲 对 这个是纸莲的一个莲碰 就是专门用来 吃莲子的品种 对你可以把它剥掉 尝一尝 你看它莲碰明显的两个 还是差别挺大的 对它明显就比它大了很多 莲碰也大了很多 对 是的 是吧 品尝又就有对比 对 一对比就能吃出来 这种紫莲的莲子 确实比这个花莲的莲子 好吃很多 对 而且它 可能更甜 更脆一些 它就是刚入口的时候 差不多 但是越嚼 这个是更甜 这个就是有点色口 对 这就是差别 你看你一品尝就吃 对 如果没有对比的话 确实是觉得莲子 其实还都挺好吃的 但是一对比就发现 确实是这种紫莲的更好吃 更好入口一些 而且它越往后浇 就是越甜 是的 在探讨花莲与紫莲的 莲子口感差异时 莲藕 作为秋河的根莖部分 也在这个季节里 静静地在水下成熟 等待着被发掘 秋河延长的花期 不仅丰富了 我们的视觉享受 也带来了藕的错记供应 秋河的莲藕 长什么样子呢 体验者决定 下水进行采摘 那现在是藕的成熟期吗 是的 现在就是已经是 进入了挖藕期 那我们能自己去挖一个藕 现场看看这个藕 是什么样的吗 可以的 走吧 体验者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穿上了特制的防水服 这种衣服能够在水中自由活动 而不受冰冷的池水侵袭 体验者能顺利挖到藕吗 对 有点紧张 它下面这个泥是 有点软 软的 还是第一次踩在这种淤泥上 感觉像 淤泥它怎么长啊 我这个脚一直在往下下 如果我手没伸下去的时候 我能判断这个藕的位置在哪 你顺着这个藕的叶子 顺着这个叶子 我来试一下 就是完全是靠我们手的这个触感 对 那它 我好像摸到了一个 直接拔出来就可以吗 不准 要顺着 把它 要把它周边的这个泥 你挖一挖 也像 这是一只鲍吧 你把尖上一样 让它挖掉呢 它不是整地挖去吗 你要是就这样一挖 它就一结一结对吧 我来试一试 对 你要顺着 看看我第一次挖 我能不能挖出一个比较完整 要一直挖到最底下才能摸到藕 是吗 对 这个也不是 它是会沿着磁底走的 哦 它一般就是长在它的最下面 它不像其它的植物 它是往上长的 它的地下径是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的 嗯 它触到那个磁底的时候 它走不动了 我好像摸到了一个 感觉像是偶 看看这个是不是偶 不会像刚才一样是石头吧 你不 哇 这个是不是就是藕呀 是的 是的 但是你挖断了 这样就是断了 它应该有很多截 这是一截 这是一截 前面还有一截 这个是它的一个侧枝分枝 哇 这个就是藕了 有点成就感 第一次自己挖 这个是花莲的藕 所以比较小 花莲的藕就是 还有纸莲的藕都是比较小 比较细的 而且口感它是也不是那么好吃 我们市场上见到的藕 是藕莲的 所产生的藕 所以说它就比较好吃一点 那杨老师 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藕吗 这个是秋河的地下径 我们不能叫藕 因为它没有庞大 藕就是一些庞大的 它很粗的我们叫藕 这种比较细的 我们称它为藕袋 藕袋是荷花的又嫩根状精 由根状精顶端的一个结尖和顶牙组成 在适宜的条件下 藕袋会膨大成为藕 藕袋味道鲜美 是受欢迎的食材 随着科研人员的努力 我们在武汉实现了让荷花在秋天也能盛开 有没有一种可能 在未来我们能在全国更多的城市 看到秋天盛开的荷花呢 我们选与的一个秋河 现在已经推广到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一个省份 比如说在海南 在四川 云南 山东 江苏 安徽这些省份都有成功的一个种植 最难就是到海南 在海南我们这个初河可以从三月份就开始开花 一直开花持续到十二月份 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无花期 那么最北就是到山东 在山东几宁 它也是可以开花开到十一月初 然后并且能够自然跃动 第二年自然生长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已成功培育二十余个秋河新品种 红色花的秋艳 黄色花的秋点状 花瓣多达三百多枚的至尊灵霄 还有近年来育种的明星品种 花心独特的提灯赏月 其中已有十五个品种进行了国际新品种登陆认证 为我国荷花群体花期的延长及观赏 做出了巨大贡献 秋河的培育成功 还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经济价值呢 秋河最直接的一个价值 就是它的一个观赏价值 我们的秋河选域成功以后 一跃为荷花的一个赏花 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那么目前现阶段 我们国家的旅游业的发展 对这种城市啊 乡村的经济的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拉动作用 另外一方面就是体现了 它的一个实用方面 那么夏河它是一般是可以 六到七月份是产藕袋 七到八月份产莲子 我们夏河呢花期延长 它的藕袋期也是延长的 我们可以从六到九月份产藕袋 那个莲子的采摘期是可以从七月份 一直也是延续到九月份的 这就增加了莲子和藕袋的 生产和销售时间 也延长了民众对莲子和藕袋的 这个使用时间 藕袋是一次重 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我们还会迎来哪些新品种的荷花呢 荷花的新品种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它们又会如何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饮食文化 就我们武汉植物园来说 我们科研人员现在就是想选于留两个大的方向的育种目标 就是也是我们未来想突破的一个新品种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在花色方面 现在荷花的花色主要就是白色 粉色 红色 还有黄色 一些富色 但是缺少一些其他的花色 比如说绿色 紫色 蓝色 这是在荷花里没有的 同时还有一种花色比较特殊的 就是这个一花双色 我们叫芊色 这种品种也是比较稀缺的 目前整个荷花品种里面只有两到三个品种 我们后期就是希望能够选育出 这种蓝色 紫色或者绿色的花 同时选于更多的这种芊色型的一个荷花品种 而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想做的是 就是莲子的淀粉含量方面的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提高莲子的一个淀粉含量 莲子作为一种国家批准的药食同源的物品 它既可以食用 又可以药用 莲子中的淀粉属于一种特殊的抗性淀粉 这种淀粉在人体内转化吸收为糖原的速度较慢 不会引起血糖水平的快速上升 此外 莲子还具有很好的饱腹感 有助于控制食欲和血糖水平 同时 莲子还能增加肠道中的益生菌 改善肠道微生态 对消化系统的健康大有必益 科研人员需要如何实现这些设想呢 所以说这个莲子的淀粉是对那些高血糖糖尿病 这些患者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的 但是目前要实现我们前面说的 能够改变它的一个花色 然后提高莲子淀粉的含量 要通过就是说现有的杂胶育种技术体系 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就想需要更新的 一个有精准育种的这种方法来实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见证了秋和从梦想照进现实的每一步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革新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无疑将孕育出更多核花新品种 它们将以其独特的风资 为我们的环境增添无限生机